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次我就特别邀请了三位还蛮年轻的策展人 第一个就是说可以大量地使用各种这张作品 第二个就是说它那个诠释的方式可以更加的自由 《沙龙掌》其实还蛮像我们台湾的传统的庙宇问颜色 其实它有一种亲切感 第二个就是说它可以大量地使用作品 以及把作品作品就是相关相关地把它靠得非常近 美美馆的典藏品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它有非常多的作品 它其实是记录或者是表现了 台湾在过去一百年以来 时代的变化的景致或者是事件的发生 尤其是大台北地区的景象 从环境到都市规划到土地的议题到政治的现象等等 会刻意地将这些年代里面 它们类似的主题把它群聚在一起 明说就变成了这一次展览的概念 如果我们还有一个机会 可以再有一次这样子的典藏展 那在未来的一百年以后的人 看到了过去的这一百年 也许就是从2013年开始 往后推的2113年 我们会看到什么样子的典藏品 以及什么样子的台湾发展 展场里面有四件装置作品 那这四件作品 其实某种程度对我个人而言 它是有一种夸好的方式 将这个整个展览 艺术家与社会的之间的关系 统统给囊进了进来 它代表了某一个年代的艺术家 他们专注发展的形式 以及他们如何以这个形式来回应 当时台湾社会的变化和面前 堂堂发的淡水河水的新军 则是从淡水河的整个流域 然后它去采集了每个地区 不一样的淡水河的河水 以及它在那个地方 捡到淡水河里面的垃圾 将它们排列起来 那其实就是从一个环境 以及环保的发展 在关心台湾的发展和样貌 很多时候我们才发现在艺术史里面 女性的缺席 甚至是在绝大多数的政治事件里面 女性的缺席 或者是许多的社会运动 环境议题当中 那228发展之后呢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我们会发现里面有许多 关于男性的历史书写 但是非常少人去关怀到 女性在这里面的位置 她在之前历届的那个双联展里面挑了一些 看起来呈现某些比较疏离的 比较冷酷的 比较扭曲的这种一个作品 那她把它组合在一起去呈现一个失重的状况 台北市里美术馆 它会收一些比较实验性比较高的作品 然后比较量体比较大的作品 就因为这两个因素 它是比较难再拿出来展的 这个概念就是让我想到说 当年很重要的 然后在这种国际场域上 很备受注意的作品 然后进到典藏库 跟这艺术引力世界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所以就是那时候是想到 就是说用这个失重的概念来 就是堆积这个展览 它有电梯嘛 有逃身口 有厕所 有饮水机 有各式各样很功能性的空间 那我们就透过这些功能性的空间 去把它打造成像一个太空人的生活空间 透过《日下纯衣》这件作品 是希望就可以去勾勒一个未来生活的想像 就是说不同种族的人不同职业的人 他可以同样生活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面 我希望可以做一个像是太空场里面那种 通道 这次就是用简单的几个灯把那个通道打出来 因为无重跟急重 它的两个加起来就是一个跑物线嘛 然后所以就是希望用这个圆形的灯 去做一个光的通道 然后一方面是也是希望去衬托原广民的作品 是让它的盘中鱼看起来很孤寂 看起来很孤寂 可是又比较过度的孤寂 这样 《未成》作品是配合两颗很大颗的重低音喇叭 等于是你会感受好像是在太空上生活的空间 你的四周一直不断的震动 然后你会听到那种好像 鸡箭撞击碎裂的声音 它这些作品其实很有临场感 它就很像是你在 你活在那个空间 然后你从这个舱内看舱外的世界 它很像是一个解剖房 就是很像是我们把跟我们不一样的物种抓来 然后解开打开 看到它们的身体里面是什么 当我们想像外星生物的时候 我们永远就是想像是 它跟我们人类一样直立的 然后这可能是有点像是一个人类的自恋跟投射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它创造了另外一个物种 跟我们可以平息平和共处的幻象 这次是帮蔡明亮导演的作品的空间 设计了一个像迷宫的部分 你要透过一个很长很长的走路的过程 然后你进到某一个比较特定私密的空间 你会有一种对存在有点质疑 就是说存在到底是不是一件真的事情 那不存在又是怎么样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感性的首尾 这里面其实它还带我们进入到另外一个思考 它们是不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去介绍 有钱人的这个社群 跟台湾最杰出的年轻艺术家社群 把它连接在一起 我那时候就很希望这个展览 仅仅是空间本身 就可以让观众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 我自己觉得在家里看作品的感觉很不一样 所以那时候就想到 我有没有可能把美术馆的家团空间 变成一个家 如果按照我最原初的理想 其实这个家里面不应该出现任何边条 或围栏 或者是押注丞下雨作品的压克力 可是我觉得到后来 终究我们还是很希望 这些作品是在一个被 好好保护的状态 然后提供给所有的观众 至于李宁这个作品 其实我在大概应该约对十年前左右 看过它的作品 其实带给我蛮大的震撼 一个艺术品 它其实也可以是这样的一个呈现方式 那它对于材料对于空间 希望就是说可以把它的作品 拿来跟我的空间做一个对话的效果 原先跟荣露的合作的概念就是 他自己设计他自己的家 然后我也许比较像他的艺术顾问吧 我帮他挑选了 我自己觉得很适合这个空间的作品 那最后他自己决定 这些作品要放在哪个位置 玄关一进来 我希望有一个很强的气势 那可以很快地定义这个空间 带给人家的感觉 所以我选了一个 我很敬仰的一个艺术家 叫Fontana的作品 是具有国际声望的一些大师 餐厅的那幅画 它的色调和它的树影 就刚好跟我们的客厅 起居室的那些树 它其实是有一种关联性 浴室里面也有一面镜子 是人造的镜子 然后我们就是把人造的镜子 和口罩的镜子 放在一边让他们去对话 其实是一个比较直觉的感觉 就是 我要想象我每天都要对着它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感受 它其实就成为 我挑作品的一个前提 我观察到就是说 它有一个大的阳台 它有一个很大的很漂亮的窗景 那外面都是绿色的树 所以我就是从这个阳台和大的窗景 去做我整个空间的一个 比较大的方向的配置 那我信奉的哲学是非常 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 最有力度的方式 去解决一个空间上的美学 在平面图上面 我用两条线 就解决了所谓的动线 或者是空间配置的问题 它整个的空间 每个角度都可以感觉 感受到它很丰富很强烈的一个 不同的景致 正因为融入选择了它自己 更偏好的空间的形式 观众在里面的移动 其实是很自然的 就是不是有一种 比如说被空间阻断 或者是必须停顿 这个展览的整个呈现上面 其实是更理想的 在这边的地方 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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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一样的